全球股市天天賺新高 美債反而是買點嗎 還是該選 0050、0156、00878 這三檔都會長 但是要選哪一檔 長得比較多 當然就是要看我們的節目才知道 告訴你有一個好方法 不管它有沒有這樣行 歡迎光臨瘋狂股市福利社 讓你財富費費費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Coco 我是主持人整個郭忠 來看一下 投資Beat Show Co 你看你上個頁上個頁上個頁 你進去裡面 欸不見了 欸Coco呢 Coco呢 好啦好啦 真的很費言 他很嗨 我就說福利社很適合他 反正就這樣 不想要 你那個白色露出來了 怎麼會這樣呢 我的小底褲露出來了啦 你的底褲也太慘了吧 這什麼底褲啊 這是我的裙子 那我白色的 黃色的也沒有有白的好不好 全球股市天天創新高 怎麼樣 我又掉出來了 欸欸欸 我在講標題 欸 我覺得你根本就想要別人異議你嘛 你看喔 不要夠了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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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股市天天創新高 美債反而是 買一點嗎 請尊重專業 尊重專業 還是該選 0050、0056、00878 我受不了你 我請到三位最專業的分析師 第一位 歡迎何季鼎老師 又露了 台股每天在創新高 真是天天開心 天天開心 要選什麼股料 你有老節目了 你有開心嗎 你年紀很大欸 你小時候是你媽媽都不管你 很小 你媽小時候都不管你在 在可能種田 客家人還是怎麼樣 我不知道啊 都不理你在工作 你在看節目對不對 被發現了 被發現了 要買0050 還是0056、00878 我告訴大家 什麼都會長 通通都會長 這三檔都會長 但是要選哪一檔 長得比較多 當然就是要看我們的節目才知道 好好謝謝老師 OK 第二位 重量幾分醫師 看外表都知道 林育凱飛師你好 大家好 今天唱什麼那首歌 現在沒有要唱歌 現在沒有唱歌 對對對 你沒有力量價值 太快了 太快了 我要講開場 對不對 現在人常常會感到 空虛寂寞覺得冷 所以會在這個什麼 社交媒體上面刷存在感 可是看完我們這一集 你就知道什麼叫做 真正的存在感 這什麼意思 存在 存在 存美在的在 存在感 再說一次 存在感 再說一次 我說再捐 再說一次 好 存在感 李育凱老師 你看他外表有沒有 有沒有存在感 有很重要存在感 塞爆了畫面 放大 放大才能塞爆 對對對 再塞 你看多大 有沒有存在感 好滿 好瘦 好瘦啊 好有存在感喔 趕快存美在喔 好不好 第三位看起來存在感 沒那麼高的 沒那麼大的 因為比較瘦一點的 好不好 來 陳維泰師父你好 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到底要不要降息 不管要不要降息 基本上呢 我們今天節目要告訴你 有一個好方法 不管他有沒有降息 好來 謝謝老師 老師來 你好你好 來來來 你來來 你來來來 全球股市天天算新高 美在訪 是買點 媽媽媽 對 還是該選 00500600878 來來看一下 好 最近 對 剛剛大家都說了 最近這個股票市場 不是只有台北股市 包括美國股市人 阿斯達克 OK 費一半 其實最近真的都是持續的一個創高 然後現在唱衰 說台股漲太多 高盛也好 有些就是 受險的高層也好 就漲太多 老師可是問題是 有時候那種 陌生段會漲很久 是 老師所以這個很難說 對啊 那個邪惡第五波 通常只有延伸波 延伸波 要嘛五波 要嘛七波 有時候甚至延伸到九波 都不一定 哇 波波相連到天邊 真的 所以不要預設這個 行情的高點 老師認不認同 老師好好來看一下 全球股市都漲了 來 可是費城要放花生息 太熱了 最近美國四大指數 雖然我們剛剛看到 費城半導體跟 納斯達克指數 都是創新高的 但是呢 這些人在潑人水 倒窮指數卻是 怎麼樣 往下做走低 就是有這些人 剛才說這些人 哪些人 聯準會的官員 第一個 紐約費的主席威廉斯 他說 對於疲軟的消費者通膨數據 第三把交易 第三把交易 是 表示歡迎 但是呢 還不足以要求聯準會很快降息 就是有通膨的下去 但沒有降很多 對 好不好 那那個呢 好再來 民尼亞的 波利斯的一個聯準會主席 卡斯卡利都表示 聯準會應該要再等待 通膨取得更重大的一個進展之後 再來去做一個降息 還有人說要升息 對 你看 美國恐破產了 好 那這個就是最近的一個消息 美國因為財政次次持續的增加 有可能會出現破產的危機 怎麼說呢 因為根據美國的財政部的資料顯示 美國的國債已經達到了34兆美元 而且呢 它的成長速度異常驚人 為什麼美國的國債這邊會成長速度這麼快呢 很簡單嘛 烏克蘭的仗打不完 對不對 以色列的仗打不完 那美國呢 都要去給他們去做一些所謂的一個援助 那援助的情況之下 當然就要花很多的一個錢嘛 所以其實基本上 美國的債務目前看起來就持續的往上去做個衝高 那根據統計呢 光是今年喔 美債的利息支出就已經高達了8700億的美金耶 所以市場上會擔心 如果說持續升息的話 將會導致美國的財政會陷入困境 我們來看一下數字 數字會說話 這個是最近這三年 美國財政赤字的一個變化 2022年呢 總共是赤字2.77兆美金 2023年是赤字1.37兆美金 2024年目前預估是1.69兆美金 但是重點在旁邊這一個 在這個赤字1.69兆美金的情況之下 裡面竟然有高達8700億的美金 是屬於什麼 利息支出 是屬於美國公債利息支出 那按照這樣子的速度來看的話 可能可能2025年 光是這個美債利息支出喔 就高達10757億美金喔 那就1兆啦 就超過1兆啦 是一官利息就30兆啦 對 很誇張欸 對啊 所以現在就是大家會擔心 10個 10個還 還 還能勳 10個還能勳 他3兆嘛 是是是 10個還能勳還不完的啊 對啊 所以現在大家都關心 欸 而且是一年喔 是一年喔 對啊一年喔 所以大家會擔心什麼 欸如果這個時候 你這個連準回來 在這邊去進行升級 所以以後不要說什麼 富可敵國 不是叫什麼 富可敵 富可敵國債才有錢 對 我富可敵國債 對富可敵國債 對 債可敵國 對不對 我的錢是比國債的利息還多喔 是啊 是啊 所以如果連準會這時候呢 還這個雪上加算 還去補刀做升級 很可能就會導致什麼 導致這個美國的一個債務的一個赤字 持續往上做增加 所以現在這個 好像這個葉倫 葉倫對連準會 財政部長 有點這個頗有為恥 我升級怎麼辦啊 對啊 我財政部長 我在美債 我就標售最近不好有沒有 對啊 開售不好啊 我以前當任財政部長 連準會主席都沒有這樣子搞 你要這樣搞我 你在搞我升級 對不對 生生不息 我啊 我欠越多 到時候真的政府要是有什麼問題 繳不出錢來 因為你們根本不會可憐我 對不對 我幫你們擦屁股搞什麼 要是我的話想要降息了 就是 我們看右邊這邊 因為以前是廢的主席嘛 對啊 現在財政部部長 是 OK好 那如果說這個持續往上做升息 或者是不降息 那就造成什麼 導致呢這個美元會走強 新台幣會走變 那最近這個情況呢 其實造成了受險業的一個問題跟危機 為什麼 因為呢這個很多受險業的一些 這個所謂例如說投資型保單 他在這個到期或者是 直接做簡約的一個這個案子 有持續往上做增加 那光是4月份呢 就給付了2395億元 年增超過30% 也創下同期的一個給付的新高 那事實上呢 受險業從今年2月份開始 已經連續三個月出現淨流出的情況 總共高達1156億的一個資金 那市場上面擔心說 假設呢接下來這個受險業的資金 持續的做流出的話 很可能會造成受險業資金掉度的壓力 那到時候這些受險業呢 很可能就必須要賣股來套現 那這時候可能會 漸漸影響到我們的一個股票市場 我們看一下最近這三年 從2022年呢這時候呢 受險業他的一個保費收入跟解決金額來相抵的話 還有一個淨流入0.83兆的一個數字 可是從去年開始 2023年的時候呢 這個保險業啊 他就出現了一個淨流出0.22兆的一個金額 再來呢到今年4月份為止 已經出現了淨流出0.1兆的一個資金了 換句話說如果接下來這個連準會 他是不降息反而升息的話 大家可能要優先觀察到就是受險相關業者 他的一個這個資金流入跟流出的情況 我們繼續看下去 到底市場何時 到底市場認為何時降息 市場有疑慮 市場有疑慮 有降息派跟高利派 對就是哥派 就是主張要降息的 為什麼 因為他認為經濟將會軟著陸 那通膨也會下降 所以勢必會進行降息 如果不降息的話 先前我們在節目當中跟大家特別報告過 商辦市場的違約可能會上升 再不降息可能會產生金融風暴 那另外一個鷹派 維持高利率的這一派呢 他認為說目前經濟數據良好 其實好像沒有這麼好 就是最新的一次GDP的激增年率 大概只有1.6% 所以其實換句話說 美國的經濟雖然有在成長 但是還不到成長幅度非常強的情況 所以現在應該不足以支持他去做一個升息動作 所以我認為說比較有可能接下來會維持 有機會去進行降息的看法 好老師我們繼續看下去 真的喔 還是維持降息的看法好不好 維持高利率表示不等於胡斯風 不一定 對 我們從過去1998年以來 這個聯準或者基準利率 跟S&P500指數的一個 關聯性來看的話 我們會發現到 在過去呢 這個利率維持高水準的時候 如果維持一段時間太久的話 等到真正後來呢 這個所謂的企業啊 因為這個還款壓力太重 導致呢他的一個獲利啊 受到影響 那時候再去做降息的話 很可能就會導致下面這個 資本市場的一個指數啊 出現大幅度的一個下跌 連續兩次都是這樣子的情況發生 所以呢接下來大家就會擔心說 如果接下來聯準或者你再不趕快降息 會不會有歷史重演的一個情況 什麼歷史重演就是 企業借貸成本墊高 導致經濟的一個衰退 那這時候呢 你再去做一個快速降息 反而會造成股票市場的一個下跌 所以要降息就是現在 就是要提早去做一個 類似說預備性的降息 沒錯來不及啊 對 好不好 這跟大家講 不要等到火燒眉毛才去做降息 那時候降息就會又急又快了 對 那種反正是景氣的崩潰式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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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時候比較來不及 而且有時候一直高值利率 有沒有像之前去年SVP銀行 你怎麼知道這高值率會不會大家真的 很忙啊 是啊 有沒有想過一件事 要不是現在是有AI 沒有AI怎麼辦 對 其實說不定早就反轉喔 對啊 可是現場有AI 好不好 就是股市場玩就是 也很多利空 也很多利多 這個利多有沒有勝過這個所有利空 現在就是有好不好 所以很多人覺得台灣股市長太多 但是因為他不知道這個AI的威力 好不好 當然其實也有利空 因為高利率環境還是有點壓力啦 好不好 老師我們來看一下 來 美債會越攤越貧 攤平 老師 其實我剛剛 我想補充一下 就是真的台北股市 有人說會長太多的這個 這個說法 怎麼辦 其實台灣GDP去年是1.3多 今年最新預估大概3.5% 比去年好 不只好 可是有人說股市是未來 看未來 對嘛 所以今年其實3.5% 事實上是叫去年來講 是成長當近有2倍到3倍之多 所以我們現在說 資本市場是反映在什麼 反映它的成長力道 所以成長力道 這麼大的情況之下 基本上我認為現在的一個台北股市 並沒有所謂的超漲的問題 好沒有老師 那美債會越攤越貧 要不要買 老師看一下 給兩個路徑嘛 來第一個 如果經濟數據維持不錯的話呢 那基本上維持高利率 那這時候呢 企業借貸成本增加 那倒閉潮很可能 就隨時會出現 那這時候呢 就會導致經濟呢 會陷入衰退 那年準會這個時候呢 可能會採取快速降息的一個方式來救市 但是這個時候可能來不及了 為什麼 因為股票市場已經開始反映 獲利的衰退 所以股票市場會出現下跌 那這時候債券是上漲的 好 那如果說目前的經濟數據算是普通 那維持先前點陣圖的一個降息規劃 那目前大家是預計嘛 可能大概9月份 會有機會去做一個降息 那在經濟軟著陸的情況之下 年準會緩慢降息 就像那個 這個鮑爾所說的 可能降息兩次 或者是降息一碼等等的 不管怎麼樣 就是做一個緩步降息的動作 那這時候反而什麼 會有利於股票市場上漲 而同時 債券市場也會上漲 哇 那看起來都可以有機會漲啊 是不是現在雖然痛苦 可是看起來中產期會漲啊 對 就是要降息嘛 解決的言之就是 現在雖然是高利息的一個時代 好不好 那高利息的一個時代 可是問題是 它沒辦法維持高利息這麼久嘛 這沒錯嘛 對 沒錯 所以遲早會利率會下滑的 這高利率時代 利率下滑以後怎麼辦 好 那債券就會漲了嘛 對 這個是這個理論邏輯的推理 理論邏輯啊 我們看下面 當然有另外一種更誇張的什麼 這個債券是下跌的 然後股市一直漲嘛 那因為大家覺得通膨太熱 可是這種情況到最後怎麼樣 還是會崩啊 會崩更快 因為過熱啊 對 好 接下來我們就來幫大家來比較看看 到底現階段我們的投資策略 是應該要買美債ETF 還是市值型ETF 還是大家最愛的高股型ETF 是 那我們特別呢各挑兩個 一個是 00679b元大美債20 跟00687b國泰20年美債 以及0050 006208 還有0056跟00878 我們用這幾個ETF 來去幫大家去做一個比較 好 好 比較一下來 來 超級比一比 這好多喔 0050 0056 00878 0679b 跟00687b 好 那這基本上都是目前市場上面 非常具指標性的ETF 對 他們的規模基本上都是上千億的 都上千億的 那麼配息頻率呢 基本上都是半年配 或者是季配 沒有月費的 沒有月費的 那管理費呢 基本上我覺得也是伯仲之間 規模都很大的 當然ETF 債券的當然它就比較低一點點 但是我覺得 我們在做投資 其實管理費其實是其次 它的這個總體報酬率 才是我們真正要的一個目的 是啦 你要差0.21跟差0.22 差0.01要幹嘛 對啊 差一下就好 有時候溢價都不止了 有時候溢價差到1% 沒錯 就是我們剛剛講說 為什麼大部分都推0087b 如果有0079b相的 的溢價也變少了 是 老實說500億 老實你說比較差一點 1500億算很多了啦 很多 就算ETF也算很多了 真的很多 甚至其他都是比較熱門的 來比一比 老實比一起 美債跟那種ETF 跟那種0050 誰比較厲害 老實說好 我們就來去做個回測 我們用0050 就元大台灣50 去做這個市值型ETF的代表 我們0050 056 TLT 美債都比了 對 高股息市值型 的ETF跟那個美債ETF 來比就對了 好不好 那我們就回測了 2007年到現在 聯準會啟動兩次的降息循環 對 那這兩次的降息循環呢 對這三檔ETF 他們的報酬率的一個變化 到底是什麼 首先第一個 2007年當時的降息三階段 第一個階段就是 從最後一次升息 到開始降息 也就是利率啊 在維持高檔的這個階段 這個時候呢 0050的報酬率 高達37.05% 那麼TLT的報酬率是15.36% 那0056那時候還沒有掛牌 所以我們就把它略過 OK 那等到開始降息 緩慢降息的時候 這時候0050呢 開始去做了修正 那下跌3.18% 但是這時候 TLT的一個報酬率 還是維持正的喔 它是正了8.28% 那等到第三個階段 就是快速降息這個階段 這時候0050開始出現補跌 算很多 好補跌 跌了43.35% 那0056那時候 也是跟著市場上面下跌 但是這時候 TLT它的報酬 就高達31.84% 是 不好意思這個做錯了 這應該是綠色啦 那不論怎麼樣 我們不管怎麼樣 我們加起來嘛 等於是說升息最後一階段到 摔退的時候 0050是負的嘛 對 加37-3-43 是負的嘛 這裡看就知道大概負差不多9% 然後TLT 最後一次升息做 都穩贏了 三階段都穩贏了 到最後摔退也是穩贏了 好不好 0056應該也是到 也是這三階段也是賠的啊 好不好 是 0056是從這8年 還開始狂升這個績效的 是 高股息ETF 好還沒跟大家講 來 那我們來看另外一個 因為那個2007年有一次的一個升息 循環結束到降息嘛 好 2018年也有一次啊 是不是您看 對 從最後一次升息到開始降息呢 當時0050的報酬率還是正的 正8.6 那麼56的報酬率呢 是13.72 那TLT呢 維持剛剛的一個邏輯 它還是屬於正報酬 12.37% OK 那麼在開始降息的時候 0050還是小震 震8.27 56也是 7.27% 然後TLT是震28.13 它的一個漲幅 報酬率是更高了 那等到就是 通膨再起 就是不降息到現在維持 0050的報酬率是114.79 好恐怖喔 對 就現在 那56的報酬率有47.04 有沒有看到 那不用比了 0050就比0056好了 可是現在的狀況是在什麼 我們現在在等這麼好 最後一次升息 好 到即將開始那個階段 好我們這邊 這邊的是我們 TLT TLT是美債ETF TLT是美國的美債ETF 我們現在台灣的美債ETF 而且老師我已經學到了 聽你這樣講 我結論我知道 因為我們剛才 那個階段我們往左邊看 它沒有通膨再起的一個階段 對不對 它是有快速降息 所以我們這個取的時間點 不太一樣 沒有關係 所以結論是怎麼樣 我們到快速降息的一個階段 見好就收的時候 或者說見到差不多 到接近於0%的時候 你TLT就要走了 然後這時候走 你看12加28 40% 比0050 比0056 報酬來的好 是 這個結論已經結束了 所以今天節目結束了 沒有了 來老師有媒體問你問題 老師我想問 如果說等到它宣布開始降息 我在賣掉0050來得及嗎 好 我們來看一下剛剛的這兩張表格 事實上從2007年這一次 基本上如果說它剛剛開始降息的時候 其實它只有小跌 所以這時候你再去做持股的一個換股 或者換到美債 基本上是可以 好像來得及喔 因為你看這邊負3 還好 這邊震8 等到快速降息的時候來不及了 大概你換過去 其實你都還是震的 那如果說右邊那張表格 可以發現到 你剛剛開始換 基本上有些時候 0050它還是震的 可是這時候呢 你換過去TLT的時候 基本上它是震28% 是 所以我覺得這個 如果這個剛剛開始這個降息的時候 你把手中0050去做一個轉換 我覺得會是一個蠻不錯的一個選擇 好 會是蠻不錯的選擇 老師最後一個結論 老師 如果聯準會不降息像現在 就是目前看起來呢 這個0050 它的一個40型ETF 它的一個報酬率是優於高股息ETF 例如說像0050 0608 然後再優於高股息ETF 好 如果是直接硬著入 急速降息 那不用考慮 絕對是美債 美債會狂贏 美債會狂贏 高股息跟0050 對 沒錯 因為那時候市值期會跌很快 好不好 就是跟大家講 下半年啟動的降息的話怎麼辦 你會建議怎樣 部分資金怎樣 投入美國公災ETF 0687B或06979B都可以啦 是 因為我們沒收業配隨便啦 好不好 謝謝你告訴我們這獨家想法 好 謝謝老師 謝謝 那我想問一下基地老師 你有沒有學到東西老師 有 我這邊提供一下我自己的看法 就是說 其實降息債券是一定會漲的 但如果你要看短線的話 其實債券還是看市場供需決定 如果你要看另外一個關鍵的話 我覺得大家可以看一下日幣 如果日幣升值的話 最近的債券有可能會再跌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為什麼 你想知道嗎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 是我已經畫圈圈了 為什麼 因為很多日本人 因為很多日本人 這幾年 開玩笑 還有問題問我 趕快說老師 很多日本人這幾年呢 是用低利率的一個利息去借錢 買了美債 然後去套利 所以呢 如果說呢 幣如果說升值的話 對他們來講就是賠錢 所以他們有可能會造成一些賣壓 對 就是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日幣 觀察一下 謝謝老師 那裕凱老師您怎麼看 我覺得美債很值得投資 特別是那種比較長線投資人 非常適合 好 謝謝老師 簡潔有力喔 對對對 季婷老師我剛才畫圈圈 欸為什麼 我說我根本沒在聽 沒有來開玩笑 季婷老師真的蠻認真的 認真的啦 季婷老師也蠻幽默風趣 都很認真選標股 早上幾位都可以 所以記得要參加 要加入這 訂閱我們的頻道 然後要加入這幾個老師的Line 好不好 點標題又加我們Line 然後訂閱我們的頻道 開啟小鈴鐺 每週一週晚間發點盛線 一三五解凡影片二次教學影片 最後一隻靠 謝光臨瘋狂股市福利社 讓你的財富費費費費 大局大力多 好不好 這個很重要啊 拍攝業我都親自降臨了 是不是 一凱老師唱歌 然後歌神神 賣遊戲 賣這套 交易之前要考慮自己 瘋狂股市福利社 你先告訴你 季家 二月一週 瘋狂股股 想先放 開始搶 打 你嘴巴好厲害喔 OK 想要更好的生活 該如何賽事 只有誰能快點告訴我 你會好 你會好 怎麼大呼 感覺好像盯著我 最高沙滴的經驗真的痛 黑洋紀律常 我確實盟 我好害怕 我要看多看空 瞬瞎球 喔 這沒錯吧 右邊是 賣這套 賣這套 腳皮之前要靠皮子輕 瘋狂股市福利社 提前告訴你 這套套 這套套 最最高 燒最低 想要改掉這壞毛病 一套一套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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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套 這套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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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